生活中对葡萄酒的认识可能是每个人都很熟悉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许多女性朋友都喜欢每天喝一些葡萄酒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葡萄酒对女性健康的好处是什么 女人喝葡萄酒有哪些好处 一,帮助我们的肠胃消化 二,杀针效果 喝葡萄酒的好处 喝葡萄酒可以杀面细菌 在寒冷的冬天适当的喝一些红酒可以很好的预寒 另外,感冒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疾病 红酒中含有的物质能抵抗病毒的侵袭 我们可以准备一杯热酒 并且还可以直接加入鸡蛋搅拌均匀 稍微放凉可以直接饮用 它可以很好的缓解感冒 三,喝酒作用 女性喝葡萄酒的好处也在于红酒能很好的资料生起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化物质 维生素 阿基酸和糖 这些物质对身体的好处比较多 而且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 可以被身体吸收而不被消化 对身体很虚弱的患者 每天养成饮葡萄酒的习惯 使身体恢复健康 四,增加食欲 葡萄酒的颜色非常的鲜艳 清澈透明 它有一种非常美妙 发炎郁的口感 葡萄酒的口感让人陶醉 当你把葡萄酒倒入美丽的酒杯中 闻到清香的葡萄酒尝起来有点色 它有助于曾经食欲 一般来说每天适当的喝一些红酒 对女性的养生功效很大 女性掌握好度喝一些葡萄酒有著多的好处 人体衰老简要的说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氧化的过程 人类疾病89%的原因是对人体有害的活性氧 自由基导致的 人体的代谢系统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氧化还原过程 由于人体内的氧氧化剂少 许多氧化性肺物及自由基形成 自由基促进衰老的速度 因此在生活中 可以吃到喝一些红酒环境氧化的速度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文TTNUC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中文TXYZ